在我们的印象中 刺绣是一项门槛高 需要多年经验 才能熟练掌握的一门手艺 然而国内近来出现一种 容易上手的新型刺绣 只是原本的针却变成了枪 这种手艺就叫做促绒 促绒其实是编织地毯的一门工艺 只是近年来 它演变出了另一种 可以透过促绒枪施展创意的手艺 这门手艺于2022年 疫情逐渐缓和的时候 在国内流行起来 位于吉隆坡梦沙的 Dirac Taftin Studio 促绒工作室也是在那时候开设的 我们来这里可以 我们会一意地教你们怎么样的来tuff 从头解释到尾 教你们怎么用那个机器 怎么样去tuff出来 你们想要tuff出来 其实tuffing的原理很简单 就好像涂颜色 你选你喜欢的颜色 把它散上去那个部位了 我们开这家Dirac Taftin Studio 是因为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 其实他们原本是从韩国 很多韩国人 然后他们去到中国都很流行 可是我们在想 马来西亚还有商店 好像还没有人开始做 我们马来西亚人应该也会很喜欢 他们的手艺 所以我就带马来西亚给马来西亚人 试试看 看他们会不会喜欢这个选择 嗯 承伟人和哥哥 一起于2022年3月 开办这间促容工作室 开办时才发现 他们并不是国内第一家 不过凭借着比大多竞争者 更亲民的收费 他们还是在短短的一年内 吸引了上百人前来体验 他们会用到最主要的就是 那个tuffing墙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铁线 是它的名字叫Luber 就给他们串 好像我们做彩虹这样子 然后 拿出来就可以了 拿出来然后你重做就可以了 所以很确实 他们为体验者提供的塑溶布 是一种具有弹性且稳固的棉布 体验者可以从300毫米长宽 600毫米长宽 以及1米长宽之间的尺寸 选其中一个进行创作 整个体验课的时长是三个小时 第一步就是他们来这里 他们需要选一个 他们要套的图案线 然后我们就会提供他们 这个图案是不适合 是不适合第一次来tuffing的人来玩 然后如果OK的话 我们就会带他们去他们的位置 project那个照片图案出来 给他们trace trace完了之后 他们就会来这里选颜色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young room 我们这里有90多种颜色 选完他们要的颜色 我们就会带他们去 去给他们解释 tuffing要怎么做 教他们怎么用那个机器 对 应该玩他们了 就让他们自己开 然后可以用这个机器 所以这样子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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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这个我们还是有剪刀之类的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 最小十二岁才过来玩 而且我们的枪有一点点重量 你花的时间有可能是一个小时多 你打着那个东西也是会累 所以很多人讲到一首算 当体验者完成了促容的过程之后 现场的工作人员 就会帮他们修去多余的杂毛 然后再加上一层防滑垫 之后体验者就可以把自己 费尽心力制作的成品带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 促容出来的作品 其实还可以做成地毯以外的物品 这个Top 2跟这个Rub 其实可以apply在很多地方 只是看你想象得到什么 你都可以做什么的 其实你拿那个Rub回去 你还是可以车变枕头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是可以把他们带回家 我们会有库盘 如果他们想要把自己的图案 放在币上 我们是有提供这个 然后禁止我们也是会帮他们的脸 然后时钟我们也是可以帮他们做 只是如果你想要做枕头之类的话 有没有办法 有些顾客 他们对这个很有兴趣 可是他们不一定有这个时间 过来三个小时过来在这里帮他们做 所以我们也是有提供的图案 就是你有想要做的图案 或者是你想做一个礼物 送给你的朋友 你把我们发给这个照片 我们就可以把你们做出来 然后平时包养的话 我们会拿来防止 除掉它上面的灰尘 或者是拿拆尘来喷喷一下 清理一下这样子吧 不过他们还是比较鼓励民众 闲来参与他们的课程 因为自己亲手促容出来的作品 会更有成就感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 会跟做了图案才过来 因为如果你直接走进的话 我们的课太满的话 不一定有位置给你们玩 所以做了图案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星期间的话 我们有两堂课 两点到五点 还有七点到十点 可是我们星期间的话 我们有三堂课 早上我们会有多一堂课 陈伟仁认为 促容流行了一年 热潮还未消退的原因 除了因为他的技艺 不需要门槛 成品具有实用性之外 他也被很多的体验者 视为解压的方式 因为很多人来这里 他觉得 平时我们做东西都 我们的生活都很stress 都很快 步骤都很快 来到这里 你可以花三个小时 跟你的朋友一起 Android 这个程式放下电话 顾客来到这里 他们自己其实都惊讶 因为他自己都讲 我没有想象到 我可以把时间 花在这里三四个小时 电话都没有看一下 就是很难得地 专注做一样东西 不少研究发现 甜色有助于降低焦虑 及压抑的症状 这也是为什么 秘密花园图色书的销量 历久不衰 给白布填满彩色毛线的促容 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让许多的体验者 释放了压力 也让不少的体验者 找到了有违的统真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